我不是在前面 前面 前面 Mint M-I-N M-I-N 前面 今次 M-I-M-A M-I-N 我们不得过COVID 不得厚 C-M-I-N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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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今天又來到對熙的騎馬場地 看看泰國人的貴族玩意 遇到一個闊太 他要求教他兩道騎馬的散手 果然有成效 令到他立即進步 他立即留下他的聯絡給我 下次叫他的姊妹跟我一起騎馬 還有分享一下我的騎士生鞋 馬場風雲 大家看片前 記得訂閱我Youtube頻道 按右下角的鈴鐺 一出新片就會收到通知 好了,不趕著,大家看片 大家好,這個騎馬場 叫了一些食物在裏面,等著吃東西的時候 就出來看看別人在沙圈騎馬的實況 現在有個女生在騎馬 在學騎馬 學著這個平衡平衡 但如果像他這樣教 我想教到明年都未懂騎馬 進度這麼慢 我們那時候 我想是第一課已經懂了基本騎馬 基本騎術的動作 但他這樣教 放一隻手在後面,然後有個人拉著去騎馬 練這個平衡真的有很快 那時候我們已經第一時間跳上馬 就是沒有馬鞍騎馬訓練 所以就非常之艱辛 沒有馬鞍騎馬 騎到屁股都損傷了 晚上洗澡的時候 哇,那些肥皂的臀部損傷的位置 真的很可憐 所以專業就是專業 就是這麼懂得艱辛的 這些用來玩的就不要緊 他連姜誠都不教他怎樣駕 只是扣著馬鞍的東西來 升降 還有馬夫很可憐 大佬,這隻馬就舒服而已 沒甚麼而已 但那個人拉著來 是很辛苦的,很累的 就是這樣教騎馬 真的完全不行 完全不專業 有時間去學 好了,現在就有一些美女騎馬 這些學了幾個月的騎馬 對 這樣就騎馬了 哇 貴族的活動 大家看看 他們 又有教練在這裡教騎馬 在這些美女學騎馬的動作 他在學這個叫做 我們有分Sitting Chalk 和Riding Chalk 但還沒Sick Up 所以比較凍 還有他都玲瓏浮得 所以凍起來都 哇 挺吸引的 哈哈 想做一個近鏡子給大家看 真是 給大家看一下 哇,你看 你看 你看看他 很美 你看看 大家是不是看到一圈 哎呀 完成了 是不是很美 小朋友 識騎馬 多可愛 大家看看 有沒有幻想你兒子 和女兒 在騎馬 是不是很可愛 喔 真的很可愛 小女孩的馬上的英姿 你看 都很威風 現在這些貴族人 我去了很多散份在泰國 看到他們很厲害 去到一些不同的cafe 或者一些漂亮的景點 他們都會聘請攝影師 我身後就是攝影師 他們會聘請攝影師 拍攝他們的騎馬 或者一些活動 去什麼漂亮的地方拍照 現在泰國人是玩到這樣的 你看 攝影師幫他們拍照騎馬 所以他們的活動很開心 他們的活動就是 但是一天裡面拍照拍影片 已經是很棒很開心 很享受這些活動 現在的泰國人 由於闊太騎馬之前跟我聊過 問我騎了馬有多久 我說20年 他馬上嗆了嘴 他說叫我教騎馬 那我就教他兩招 那我跟他說 不用用死力 不斷用腳踢馬 我教他少少的技巧 用很少的力度 就可以迫到馬跑得很順 果然有成效 現在騎馬騎得順暢很多 他也很感謝我 然後還拿我聯絡 下次叫他們的姊妹 一起去另外一個地方騎馬 又教他們騎馬一起去玩一下 就可以拍片了 真的很開心 增加多些泰國的朋友 好,接著說說我的騎士生涯 Sawaddi Club 大家好 今集又來到馬場風雲 說說騎士生涯 又欺騎馬場 從回舊地 找回老闆聊聊天 這裡有甚麼變化 其實都沒有甚麼變化 講一下以前的騎士生涯 上次就講到騎士幕後的老闆 騎士每個人都幕後有些老闆 專門幫他們落飛去投資買馬 例如明天我跑哪一隻 那隻有機會的 我們自己又不能落飛的 因為馬會不讓我們投注 有人幫我們投注 就是這樣 每個騎士都有最少一個老闆 其實都 有些不知道 那譬如明天有機會贏的 爭取機會 或者跑入三甲的 我們都會叫他落飛 買一下 少少投資 很早期已經是熟悉的老闆 就會談 我每場如果想落飛 落多少錢 落多少錢飛 10萬也好 20萬也好 每一場幫我們落多少錢 贏的就有得分 輸的就不用賠錢 不關我們事 贏的比率 我們就正在贏 因為輸的不用我們給 贏的就要分給我們 但不要忘記 我們這麼辛苦 練馬操馬 拿命搏去做這件事 當然我們有些好處 不然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到時候跑 有時候走沙圈的時候 看下賠率 看下留意一下 不過其實很少 很少 你那時候的心情 已經是想著怎樣跑 怎樣迎接 接下來這一場馬的策略 去怎樣跑 跑完這一場 又下一場 還有我們又要做綁 做綁 要穿整套騎士的裝出 坐衣 裡面有個Protector 即是那件我們叫盔甲 也都有人叫龜貝 那些年輕人穿著那些 但我們那些是很輕的 好像差不多紫薄 但就有些保護性的 很輕的 他們這支Protector 就很重的 是的 我們的馬蝦都很輕 有些好像差不多布 馬蝦 只有款 只有樣子 只有顏色 差不多沒有穿鞋 感覺踩上馬腳踏 我見到這裡 可能這裡都是比較 小孩子玩多 還有大人玩的 都是教你騎馬 基本的平衡 剛才去看過 以他們的這樣的教法 基本可能騎馬 可以 但是深入少少 都有排 因為我想那些教官 都是差不多 看馬其實很多種方面 看馬 上次是看了試襲 怎樣留意 其實神操都要看的 神操呢 通常神操都會讓你看到 拉屎400米 最快開步 那段路的時間 我們每400米 就數著一段一段的時間 這樣去跑的 譬如 頭段30秒 第二段28秒 最後就26秒 每一段就分400 這樣去連馬 視乎你自己心中有個時間 但一路保持著馬 不讓他走 做那個400米的距離 那秒數 第一段400米 就保持著馬 跑30秒 第二段400米 就保持著馬 跑28秒 拉屎 就放少少 讓他走一走 400米 26秒 其實26秒拉屎 充線都是很慢的 其實這些時間 視乎 連馬師叫你拉屎 放多少 做些什麼時間 所以我們在這裏 心中有個時間去數 一個感覺 就是你看到神操有很多時間分段 有些馬就很厲害 你撐不住 就會漏僵 漏僵就被它走了 然後拉屎 都拉不到 這些有時候漏僵 都幾危險 它會周圍走 或者你控制不到 因為香港的馬是跑馬 它們是穀鳥 穀得很厲害 整身火 所以你要撐住它 有時候都要幾大力下的 如果你說4-6-1B-1千斤 你用這些手指 就是用這些手指去 去玩一下尾巴 玩一下口 這些 盡量掉下去 鬆一下少少 不要被它死咬著跑 漏僵有時是沒有辦法 你會拿著一邊姜誠 或者左邊或者右邊 去搓搓搓搓 弄到它口痛 它才會停 有時很危險 漏僵就不斷走 就是有點危險 很多時候發生意外都是這樣 你說看神操怎麼看 拉屎400米 有些馬,每個班數的馬都不同 班數,四班馬跑,最後四百米 Gallop最快的腳步 它伸展得又不同 三班又不同,二班又不同,一班又不同 你要有個概念 四班的腳,好像很快很快,出得很快很快 可以做到22秒,23秒 但它是爛到很快,很吃力才可以做23秒,最後四百 但是三班,二班,一班,它們可能撫得很大步,很漂亮的步 很有節奏,很漂亮,不會很密 已經做到23秒或22秒,最後四百米 走馬的步,有些很亂的 四、五班的馬,特別亂的,腳很肉酸 三班開始,馬就這樣 很輕鬆跑到快的時間,很漂亮的步 有時是趕不到給大家 即是你說在電視一路告訴你 這些就是四班,這些就是三班 這些就是二班,這些就是一班馬 還有看的馬,你說長途短途跟人一樣 你們有沒有看運動,奧運比賽選手 長途的人瘦漫漫,特別小顆 那些跑長途很厲害 埃塞萊比亞、非洲那些 瘦漫漫的跑長途,那些人是一流的 你說找一隻很大隻的爆機 去跑這個長途是不行的 你看看那些跑一百米的選手 全部都爆機 很多肌肉那些,那些就是爆的 跑短途,人和馬都一樣 即是馬大隻,很多肌肉那些 就是短途馬 長途就是小隻,瘦一點 Slim 一點的 即是你會有這些概念 看到人和馬基本上一樣 都是動物,不說大家都沒有留意 或者不知道 希望給大家一些概念 認識馬匹多一點 因為我們神操呢 順時針地跑的 跑馬也是,神操也是 那有時呢 即是厲害的,操馬的人 或者厲害騎士的人 他們會懂得怎樣去 教一隻馬去轉腳 譬如你抽著一桶水 走路,你累都要轉手 用另一隻手去拿那桶水 就是這樣解 一起步就是左腳出先的 左腳出先的 大家經常看到 只是好像跑一樣 其實是有分左腳和右腳出先的 那他一起步左腳出先 轉彎的時候 我們就會拿一條邊出來 拍一拍他的馬頸 提醒他拍他的右腳出來 順時針的位置 右腳就會順暢一點 轉到直路拉斯沖線 拿一條邊拍一拍他的肩膀 然後左腳出來 就用左腳沖線 即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是教馬 現在我不知道 現在操馬的人 還懂不懂這件事 會不會沒有人記得 或者傳不到到下一代人 但這件事很重要 懂得轉腳的馬 要在神操那裏教 這樣才可以令到 陣上發揮得更好 有時有些高質素的馬 不用教 他自己已經懂得轉腳 所以高質素的馬 就是由這裏好 這集真的趕緊這麼多 因為現在都差不多五點鐘 要開始回曼谷了 媽媽帶兒子來騎馬 看看自己都想學 就變成媽媽都在這裏學 還有來親人都非夫則貴的 這裏 外面那些車不是Audi Benz 保馬 所以現在泰國都很流行這些貴族的活動 所以我都會經常過來 看看這裏的騎馬 騎術 或者是可以分享到給大家 又可以繼續講我的騎士生涯 下一集可以講下一些娛樂圈的東西 娛樂圈的東西跟我們都很有關係的 亦都有跟他們一起玩 但我就不會開名 我們認識的那些又不是普通的藝員 其實藝員和明星是不同的 藝員就像TVB拍劇 明星就真的是大明星 一講就知道那些人 很多人經常說 那個是電視台明星 那個電視台明星都不認識的 現在那些名字有時候 所以就是這樣的分別 好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趕著這麼多 趕著走 記住看Tony 沒有格子 拜拜 拜拜